肖战的新作《射雕英雄传》即将上映 紧接着他将无份镜组拍摄电影《我的答案》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 起初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为肖战刚刚完成了《藏海战》的拍摄 目前正带着父母在国外度假 接下来的剧已经确定为《得险景致》 而电影《我的答案》可能要等到《得险景致》之后才会开拍 大家可能认为没有立即开拍的剧或电影存在许多变数 无法抱有期待 或许实际情况中进组的顺序与大家的想象并不相同 首先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电影《我的答案》 这部电影讲述了检察官吴亚美等人在办理案件时 面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团队制造的巨大舆论压力 经过认真调查取得确凿证据成功追溯漏罪漏犯 最终是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认罪服法的故事 肖战扮演的角色并非检察官 而是犯罪嫌疑人 肖战似乎第一次尝试出演反派角色 观察他的演艺历程 从他选择的电影类型可以推荐一般 《周妖纪2》素人特工朱仙 射雕英雄传 《辖之大者》我的答案从默默无闻开始 逐步积累知名度 接着挑战主角地位 演艺经典角色最终成功转型 摆脱情感牵绊 肖战终于也感受到了顶级转型的势力 除了许多人关注主演肖战外 还有不少人惊讶地发现 这部电影的导演竟然是温子光 或许大家对他并不深了解 让我来简要介绍一下 温子光是中国香港的一位导演 从1998年开始 涉足电影和电视的中期制作 并担任电影制片工作 2024年 他因指导《风在起时》 荣获了第15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2023年度港台导演奖 并成为柏林华语电影节首届最佳导演 此前还曾斩获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奖 他无疑是一位经验丰富 实力雄厚的导演 我的答案电影计划 在第三季度开机拍摄 大约需要两到三个月的制作时间 预计电影《得先紧致》 将在我的答案之后 计划在第四季度开始拍摄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得先紧致》这部剧 对各方面的要求都极其严格 首先在选角方面 有为苛刻 即便是配角也不例外 许多有意参演的演员 因为无法通过原生脸 和原生台词这两项考核而被淘汰 此外 剧方不仅对角色要求严格 对场地等辅助配置的要求也非常高 力求最大程度的还原原著 因此整部剧的前期筹备时间相当长 这样看来 《得先紧致》在我的答案之后才开机 也就能理解了吧 赵丽颖和肖战 可谓内娱素人中 逆袭最为成功的代表 分别在女生组和男生组中 独占凹头 实在很期待 看到他们能够合作演出 一路见证肖战在演艺圈的奋斗 从曾经在娱乐圈中 备受欺凌的小透明 到如今成长为一代顶流 哪里有一夜成名 只有一夜被黑 每当我看到他的新作品 总能感受到他给观众带来的惊喜 他一直在不断进步 这一点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即使已经站在行业的顶峰 他也从未停止进步 《得先紧致》和我的答案 这两部剧集电影都十分出色 我也非常期待肖战 全市的每一个角色 肖战即将主演的电影 《舍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即将问世 而《葬海传》预计明年面试 他的事业和剧迷们的幸福感 真是牢不可破